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程式是DataGridView这个元件的使用方式 那我们之前看到的元件在Visual Studio里面都是用相当简单的元件 拉出来就可以用 但是DataGridView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只是拉出来而已,你会发现不知道怎么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设定一下 那我建立的这个方案就叫DataGridViewTest 好,那这边呢,我们直接用DataGridView拉出一个来看看 它在哪里呢 看一下 这里DataGridView 拉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看不太到什么的框框 那我们执行一下 就这样 那这样子其实没有办法显示它的意义 所以我们先为DataGridView加一些Column Column就是指栏位 那加了Column之后我要先确定 等一下 加入 OK,加入第一个Column的名称 ColumnName 好,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Texbox Texbox 文字 它可以选好多种 但是我们目前用最简单的文字就好 那标题文字呢 就叫做 名称 品名 品名是 在做资料库管理系统之类常常用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每一个 每一个产品都会有个名称 所以就叫品名 通常我们就叫品名 那第二个是 我们就叫Column Price 就是价钱 好,这样子我们就有两个栏位 一个是品名,一个是价钱 那这里有一些属性可以设 但是我们先暂时不设 我们就把它按确定 你会看到 这里开始真正有一点点Data Grid View 应该有的样子 那我稍微去 拉一下大小 那这边也可以 你可以从刚刚那边去设定它的宽度 那这样子我在执行的时候呢 就 可以得到这个 那你可以输入 对不对 品名 红茶 然后呢 价钱25 好,但是很少系统是让你自己去输入这个栏位 因为大部分的系统都是很简单的操作 所以 你通常会一开始就有很多栏位可以 最后我们只要点点点就好 那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一开始就有一些栏位资料 我该怎么做呢 那这边我们 这里的范例有给我们 给我们 几个例子 那 我先复制一下 好 那我就把这边点进去 在这个缝的程式里面 先点这里 缝的程式里面 其实在缝络的也可以 但是在initial component也可以 那我 data grid view 我这个叫什么 data grid view 1 所以我这边叫data grid view 1 点row 有了 有 ok 然后rows.add就是加一列 加一列 那我加红茶25 绿茶25 那这样我加去 之后让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就是我一开始辞行的时候就有红茶绿茶 ok 那这样子的话 那待会我们会利用这个东西来做一点延伸 那延伸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my 那个泡沫红茶的系统 那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至少先把data grid view这个元件先弄清楚 所以请看一下这一篇 data grid view元件的使用方法 在我们的cshop视窗程式里面的第九个data grid view的使用 请各位先去试着做出跟我刚刚同样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改一下里面的内容 多加几个产品 比如说汉堡之类的 那试试看 那如果熟悉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简易的点菜系统 可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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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